小朋友居然 腎臟已經都快腎起來結 就說醫生就發現說 他可能長期吃的那些 不知來不敏的中草藥 其實會傷腎 然後媽媽不知道長期給他吃 結果鼻子不知道有沒有治好 但是後來就是 他腎臟傷得很嚴重 所以我覺得 但還是小心 尤其是長時間 因為腸過敏這個時候 他說要調體質 通常叫你長期都要吃 或是長時間要用的東西 我覺得你還是要問一下醫生說 這個是不是知道這是什麼 那可不可以長期吃 那如果不能的話 那到底要怎麼做 不要自己一聽了一個 覺得三天好像很不錯 就一輩子吃 結局就是這樣 那如果真的比較正確的 治療方法 應該也有什麼物理性 用藥跟不用藥的方法對不對 對 其實像這個 真的過敏性病 我們有一些 我們叫小的一些法寶 比方說像這個 我們最常用的三個法寶 第一個叫做 簡單的就把一些小朋友鼻涕 把它清出來 它就會改善它鼻塞的情況 那真的是在嚴重的時候 我們第二個法寶就叫做 就是媽媽那種 用整理的機器也可以 或者是如果家裡沒有蒸氣機 我們就用那個熱毛巾 像熱腹一樣敷鼻子 它也是可以 不錯的方法 就是讓熱讓它通就對了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 我們叫做那個 洗皮器就是 用一些生理鹹水 去做一些沖洗 把鼻箱裡面的過敏原 把它沖掉 鼻涕也洗掉 小朋友他自然就比較不會 塞在裡面造成發炎的情況 然後不用藥物 還有其他的方法對不對 造成四大金剛 什麼 其實我就整理出來就是 包括這樣子 我們最常用的就是像 營養方面好 營養金剛 好吃得好 睡眠金剛就睡得好 然後這個運動金剛是 剛剛媽媽講的 多運動 對 還有另外一個是情緒金剛就是 要保持小朋友的心情 開心 愉快 還有包括爸媽也要愉快 不要 所以他考不好也不罵他 對啊 我找到也是這個 對 考不好 就把他媽媽開始過敏 情緒不好 所以簡單一點就是 吃得好 睡得好 然後多運動 保持心情愉快 其實小朋友的過敏的情況 他也可以改善得很不錯 好 那藥物治療方面呢 對 其實過敏的 這個過敏鼻炎的藥物治療 現在已經可以氣氛成 像急性跟慢性的這種 保養的用藥觀念 那像我們最常見 像抗肚症那種藥物 還有包括像我們最常用一些 鼻噴氣的一些治療 或甚至一些比較新的 可能用我們所謂的 免疫調節機 像心牛這類的藥物 它都可以達到一些 不錯的治療效果 不過鼻噴氣 很多家長會擔心說 那裡面是不是有類固醇 這個一直噴 一直噴 一直噴 可以嗎 對 的確那個 目前市面上的一些鼻噴劑 它都含有一些類固醇的成分 不過我會跟媽媽溝通 就是通常來講 這個類固醇的量是非常微量的 它的量非常非常少 舉個笑話就是 就是小朋友不喜歡打開來 整罐喝下去 它其實也都不到我們 恐怖類固醇的 千分之一的量而已 是喔 對 所以安全 安全 藥可以建議長期吃嗎 如果它就是每一天起來 就是打噴嚏 其實我們比較 不會建議就長期的吃藥 所以我會提出三個觀念 就是 第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常常會發現 有些爸爸媽媽或阿公阿嬤 他們對藥物很節儉 就是上次吃不完的藥 這次會放著 然後等到小朋友症狀的時候 再給他外牙吃一包 再吃一包這樣子 那我通常會建議 爸爸媽媽或阿公阿嬤 你就是其實如果你了解 小朋友的症狀是過敏的話 其實你就照著過敏的 這些預防的步驟 先改善他的症狀 如果他真的 症狀變嚴重 打噴嚏就從10下變成50下 或者他鼻子已經變嚴重 已經黃鼻涕跑出來 這時候就應該適當的要去 給醫生來做一個評估一下 可是像這種抗阻滋胺 因為過敏兒太多了 所以醫師每次他就叮給我們說 你可能這一次 大概吃個一個月 兩個月 他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療程 很多人就擅自我中間就停了 或是說鼻噴氣我擅自就 啪 噴多了不好 我們就停了 是不是對於整個療程 其實就整個就斷掉了 對 其實像這種 我們叫保養療療 它其實它是有一個療程的 所以我們叫做保養療療不能夠停 也就是說他的療程 要把它完善之後 即便他現在症狀已經很輕微了 我們還是建議把它完成 完成之後等到他的症狀穩定了 再停掉 它才不會反覆的發作 這樣子其實小朋友第一個 他覺得他的症狀鼻子通了 他就會開心 第二個 爸媽也不會每天 三不五時就在跑醫院跑診所 這樣子覺得很煩這樣子 對 好 中醫怎麼調理 我們剛剛知道 脾胃是我們人體很大一個 免疫的器官 所以它跟這個過敏息息相關 如果這個小朋友是廢氣虛 就是說他平常就很怕冷 一天到晚在感冒 然後又無精打采的 他大概廢氣就不足 這時候我們可以按壓他的太淵穴 太淵穴其實就是我們的手 這個饒動脈跳動的位置 我們像有時候我們中醫去拔脈 就會拔說這裡有個動脈跳 其實這邊就是我們的太淵穴 它是我們廢金的一個穴道 所以我們可以叫小朋友自己敲一敲 敲敲這個太淵穴的位置 會酸酸的 那就是對了 那其實比廢氣最好的就是人参 所以人参雞湯天氣如果冷 一個禮拜可以來燉一次人参雞湯 給他補养一下也可以考慮 那如果是肺虛又加上皮虛 就是說它脾胃也不好 它很容易頭暈 又容易拉肚子 而且倦怠的情況更嚴重的時候 其實除了敲這邊之外 我們的大拇指的第一個指節 這邊叫做手穴的肺點 肺點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個特效穴 所以我們可以經常揉按它的大拇指 所以其實整個大拇指 都是肺跟大腸的筋肉 保持這個大拇指的溫度能夠溫暖 如果它可以這邊適時的保暖 然後敲到這邊一點就可以幫助它 改善這個過敏的情況 那一樣補氣的東西 有就是說荷葉 糯米這種東西 其實它都是一個補氣的 所以也可以吃個這個糯米雞湯 也可以的 那腎羊虛在小朋友比較少見 大概是年紀比較大 或者是更年期前後 甚至是這種月經期間 你會覺得很容易怕冷 精神不好 甚至會覺得腰痠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按摩我們手的腎穴 小指頭 對 第一個指節這個位置 我們會大拇指跟食指 前後壓住 然後扭轉摩擦三分鐘左右 對 會有一點痠痛 對 左右手都可以嗎 左右手都有 那中醫會覺得說男左女右 所以你可以女生就按右邊 那男生就按左邊 那我們大人按也OK 大人按也OK 對 盛氣嗎 盛氣會比較好 試試看 年紀比較大的 有點娘 就不會打 不用這樣嘛 那如果有一種是肺虛 但是屬於肺熱 意思就是說 它會常常咳嗽 然後咳又沒彈的這種 因為肺是焦嫩之障 它是一個通化我們這個氣的 它必須要是涼的 所以這個肺氣的穴位在河骨 那它必須要執行量補 像百合 銀耳這種東西 來讓肺熱稍微降一下 這樣效果比較好 然後再建議一道茶飲 我介紹一個就是鼻過敏的一個方 那它這種方主要就是這個心儀花 那材料有心儀花 然後這個桑葉 菊花 各三錢 白紫 然後白吉 以及這個檔参 也是各兩錢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裡面有這個補氣 還有這個開竅 開通鼻竅的藥材 這個藥材一鐵加500CC的開水就好了 那一天喝一鐵 但是一個禮拜不要喝到五鐵 就是喝個涼鐵左右 對 因為菊花它是比較涼 所以它適合這種肺熱咳嗽 桑葉也是一樣 心儀花它是通鼻孝 所以你鼻塞 然後氣又不足的話 用檔参來補氣 它是一個比較不分體質 都可以喝的一個差異這樣 好 那最後王醫師幫我們總結一下 就如果我們要預防這個鼻過敏 我們日常生活要怎麼做 好的 其實生活當中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小細節方面注意一下 第一個包含是我們在 親家裝潢的時候 盡量不要夢做裝潢 可以減少一些甲醛的 這種污染的部分 對 第二個就是 我們包括像這個家具的部分 不要用布的家具 那盡量少用地毯 或是像布的這種窗簾的部分 它可以減少一些這種灰塵 塵蠻 甚至黴菌附著的機會 那寢具的部分 當然如果用防曼寢具包覆起來 對小朋友來講 睡覺的時候更安心 第三點像這個我們的 這個收納部分也要做好 如果收納做得好 而且常常出濕的話 甲醛跟黴菌就可以 就可以把它殺光光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像 剛剛提到的 那個爸爸抽二手煙的問題 這個一點我們要聚吸二手煙 而且要遠離我們的 室內外的這種空氣污染 包括像現在這種室外這種 埋害的時候 盡量小朋友要減少外出的機會 對 然後另外一點我提醒就是 小朋友盡量不要新衣服不要 買了就直接穿 對 要洗過 對 因為我女兒就是很慘痛的見 就是她買了新衣服要試穿 穿了之後 馬上整個脖子這邊的過敏 就大發出起來 對 所以新衣服一定要洗過 上面的一些甲醛 這種東西要把它洗掉 才能夠穿 那更重要的是王醫師出了新書 來 也可以提供 謝謝 謝謝 來 謝謝 低敏共生小兒過敏自然就消失了 所以所謂的低敏共生就是說 當然有些過敏原 我們不竟然可以完全百分之百的 全部隔絕掉 但是我們可以利用一些方法 我們共生 讓它的發作的機率降低 是不是這樣 是的 就是創造一個低敏的環境 讓小朋友的過敏不要發作 那其實就是等於是把它治療好的 意思是一樣的 對 小時候把它抓好了 長大之後它會發作的機率就很低 就這樣低了 小朋友是黃金期 這個時間把握好之後 他長大發生過敏機會就會成功 幾歲之前要趕快把握 寫0到6歲嗎 6歲之前 對 好 所以你看 依照自己家裡面 兩個過敏兒的經驗 這位老爸 除了他自身經驗的書籍 提供給各位做個參考 也可以向我們FB粉絲團回答問題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 王醫師的這本新書 請大家來參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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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